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作为科技企业 我们内地还没有科技版 对吧 还有中国也需要跟人家学习 西方的国际市场 股市募集资金 我们没有经验 我们需要向人家学习 对吧 作为一种学习 那当时虽然也存在着今天我们所担心的这种问题 但毕竟情况不一样 现在此一时彼时呀 那这件事还可以坏一个角度看 美国人怎么看 美国人怎么看滴滴这件事啊 滴滴到美国上市 美国人怎么看 从美国市场来看 那当然你是国内的互联网平台企业 对吧 你是一个龙头企业 对吧 你是优质资产 优质资产 对不对 你是在国内抓了很多钱拿到美国来 然后呢 在国际市场上进行资金分配 对不对 严缓了你中国自己的纳斯达克这样的市场 成长的步伐 条条都对美国好呀 美国当然乐意呀 美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 他这种霸权的行为已经形成惯性了 思维定势 行动惯性 行动定势 他通过这种方式 干嘛 美国股市就是个抽水计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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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全世界各地的水都给抽来了 美元是一个霸权主义的体系 全世界收割韭菜是一个模式 然后呢 美国股市是抽水机模式 嘟嘟嘟 哪有水都往美国股市抽 从全球各地市场抽取财富 干嘛呀 巩固 维护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 所以美帝国主义今天是金融帝国主义 加上互联网黑客 到处兜东西 到处捣乱 网上干活 那都是美国 有关方面 那叫黑客帝国主义 金融帝国主义 人家就是华尔街寡头们 贪婪的欲望的外化呀 所以滴滴在这个时候 扭交锁 你非得去排号 去挂号 还挂专家号 那这件事 你和当前中美关系 中美博弈的大背景 中美开启新冷战的大背景 这个道理是不是大家很容易想清楚啊 过去美国也是金融霸权 对吧 所以我对高晓松说美元不会多发 美国票子 美联储最讲信誉 人家不是政府 所以不会作恶 人家是一群资本家 那是一群好的资本家 讲普世价值的资本家 我对高晓松的博学一直是很钦佩 但是他对美元霸权的这种美化 我是逐渐逐渐的 越来越发现 高晓松在这个问题上的说法 可以考虑找个机会修正一下 过去我们也不得不屈从于美国的霸权 美元霸权不屈从行吗 美国金融霸权 你不屈从行吗 对吧 因为什么 因为二战之后 美国他的国力就是强大 他的力量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之上 他的武力 他的美元霸权 他的工业生产能力 他的科技 他的教育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用这个阿拉斯加会谈以来 现在最流行的词叫做 从实力地位出发 就是从现实出发 就是说 人在乌严下 怎敢不低头 咱不得不低头 对吧 低头当然也是 从本国建设需要 从考虑中美关系的大局出发 登高望远 考虑中美关系之大局 这不都是过去我们领导人经常讲的 这种高大上的话吗 这种话其实加起来就是一句话 总结起来 隔壁王那时候归了个包锥 打到最后 那就是尊重美国在国际市场上的 在金融市场上的垄断地位 大狗地位 霸主地位 生物链 生物链 食物链 顶端那个地位 有着事 所以咱也别不承认 过去我们的一些龙头企业 行业领先的企业 白花花的银子都叫人拿走了 甚至我们国企也到国外去上市 确实有这回事啊 这不能否认呢 但是现在情况发生 根本改变了 怎么改变了 美国在金融领域有点 有点破罐破摔了吧 道德施贩了吧 你越来越帮人尊敬了 大国要有个大国的样子 金融大国要个金融大国的样子 你现在你尊重其他的国家 你大面上都过不去了 美国现在道德施贩 大面上过不去 对不对 第二 你就瞧疫情以来 美国那个做法 为了缓解自身的危机 美联储跟美国政府 这个俩眼双簧 干嘛 罔顾他国危机 一遍一遍的开闸放水 量化宽松 打白条 印票子 你印钞厂天天加班 印钞厂就业情况 收入情况很好 印钞厂现在又建分厂 你们印钞厂太火了 全世界收割韭菜 借助美元罢学优势 你从各地 从全世界 你划了过去的都是 都是货真价实的实物商品 你打的都是白条 美国你这么做 美联储就是一个 华尔街金融寡头的贪婪的 这么一个代表 全世界人民 一叫天怒人怨 二叫敢怒不敢言 但是我们没有必要 既然你这样了 村长白条 越来越不值钱 你玩这个 我们是不是 依然要像以前一样 任仔呀 任你哥呀 所以最关键的 就是我们今天和美国实力地位上已经很接近了 2020年之前我们相当于拿GDP说 我们相当于美国的70% 对不对 2020年我们作为一个大的经济体 唯一正增长虽然只有2点几 但是呢 我们一下就占据了美国GDP的73% 这还是GDP计算 大家算算 如果今年按照全世界经济学家的预测 大体差不多 中国百分之八点几 百分之九点几 这种报复性反弹 2021年这种增长的话 我们中国的GDP战 美国GDP比重 肯定是朝着80%去了 我不说80% 我超着80%去了 这一切说明 实力在接近 对不对 这还是按照你们的GDP 要按照实力购买 实体购买力呢 实际购买力计算 对不对 这句话 这是所有的情况的说明 美国在实力上 绝对领先的地位消失了 或者说正在丧失 这就是为什么 在阿拉斯加会谈当中 我们的老虎羊 羊老虎说了 你们没有资格说 从实力的地位 同中国说话 对吧 羊老虎那种带一点上海味的话 大家听出来没有 我把你们想的太好了 你们现在没有 没有资格说 从实力的地位 同中国说话 羊老虎的话 其实从另一个方面 就说明了 中国的实力 在快速上升 甚至还不光是 中国这么说 普京也说过 类似的话 就你们没有资格 再从实力地位 同我们讲话了 中俄 中俄现在 那协议又签了吧 是吧 上不封顶 下保底 两国关系 那现在是非常密切 是你们强压 你们霸权主义 把这哥俩弄到一块了 所以要感谢你们 中俄 兄弟齐心 齐力断金 所以你这么一考虑的话 那美国的实力 跟中国相比 这个变化就更大 还有中美关系 现在由于美国政客的 这种操弄 美国超越上下 意见一致 甩锅中国 现在中美关系 进入到 美国人主导的 这种你死我活的 动作状态 那既然是这样 过去我们迁就你 我们给你钱 我们认为你是要钱 我们以为没有什么事 是拿钱解救不了的 我们优质资产给你 我们向你们学习 对吧 我们尊重你的霸权地位 我们尊重你美元的霸权地位 我们尊重你金融的领导地位 迁就美国的金融利益 为他发展自己吗 但是现在还有必要吗 现在还有必要吗 我是不知道滴滴上市 滴滴 滴滴美国上市 滴滴的高层 你们有没有这种认识 大家都知道 我们所有的党员 学习的时候 都都学九个字 领悟力 判断力 这个执行力 对吧 实践力 那滴滴高管的你们的领悟力呢 你们的判断力呢 你们的实践力 你们的领悟力 你们的行动力呢 你们在这种情况之下 像滴滴这样 在业内有标杆意义的 全国人民高度关注的 取得优势地位的 垄断地位的 这样的高科技企业 你选择在国内上市 而选择在美国上市 难道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吗 难道仅仅是一个商业决策吗 难道仅仅是个市场谋略吗 难道是你们自个儿就弄定的吗 对不对 国家利益呢 政治意运呢 国家安全呢 这些因素 国家总体安全观之下的中国企业 国外上市 像滴滴这样的企业 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定 这难道不是每个人都应该考虑到的吗 我昨天刚看 陈水扁又出来半节目了 陈水扁 阿扁又出来半节目了 陈水扁这样的死硬台独分子 他都知道说 台湾都立不是台湾能够自己决定的 陈水扁 叮嘀叮嘀那个乌鸦嘴 他都会说 台湾都立不是台湾自己能够决定的 陈水扁的认识水平 滴滴高管你们都没有啊 滴滴高管 你们这个企业在哪上市 请问是你们独立决定的吗 在你们决定到美国上市之前 一拍脑袋就能够行动 拍完脑袋就拍屁股 一走了之 这怎么可能呢 我呀 活到这岁数以后 我一般说话是留有余地的 也就是说不愿意把话说到底 包括批评武汉那个作家 那方方姐姐 包括中国作协副主席 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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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大院参事 抗抗姐姐 我总是留有余地 因为情况比较复杂 你没有必要把话说得很绝 大家知道你说什么意思 那就可以了 是吧 所以说关于滴滴到美国上市的这件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还到美国去上市 坚持到美国上市的事情 我就不同意有人说的太狠 有人说 你这不是到美国去去资敌吗 去当人资吗 资敌呀 资本的资 资源的资 资敌 重了 这话说重了 我觉得不太赞成 资敌 就是直接给敌人钱的 支援敌人 我相信滴滴的高管层啊 滴滴的管理层 甚至包括投资人 甚至包括非中国国籍的投资人 如果有的话 他们未必主观意愿就是给美国送钱 美国很大 美国这个盘子太大了 他们也不介意这一只股票 那所以我在想 他们可能还是业务脑袋 股东的意志也罢 股权结构 对 滴滴的股权结构 大家有没有看过呀 滴滴的股权结构是很有意思的 大家一定要打开了 然后反复研究一下 其实可以单独一期节目 就专门解析滴滴的股权结构 以及股东的意志 出钱人嘛 资本的意志嘛 那出钱人的意志 就是谁是大股东 谁的意志 要说了算 所以滴滴这个企业的行为 你说光盯着管理层 那不行 管理层不能决定一切 有些情况比较特殊 比方蚂蚁的管理层 那决定权比较大一点 但是那也是明面上的宣传的对外口径上的 资本的意志顽强体现在他的行动当中 所以滴滴的股权结构是一个必须要仔细研究 并且这里面大有文章 大有深意的这么一个结构 那不论滴滴的管理层结构怎么样 股东的意志 他不是想资敌 他首先是想赚钱 这不用解释吧 滴滴的企业 他肯定是股东想 我们企业怎么更国际化 大家知道我们有些企业 他们是特别害怕 别人看一看他就知道 made in China from China 他努力想把China给他抹掉 对吧 有的企业我就不说他名字了 有名的 曾经在中关村火大发了的 人家就是要美国范 国际范 international 人家就害怕你从他身上看出来 看出来红烧肉 看出来大茬子 看出来这个 看出来驴肉火烧 那多没水平 必须汉堡 加咖啡 麦当劳 肯德基 必须的这色彩 就怕人家看他像个中国企业 所以股东们 有些人追求国际范儿 也是可以理解的 还有一个 他之所以到美国上市 可能会对估值规模这件事 有一些财务的商业方面的考虑 还有金融市场环境 也是他们要考虑的 还有一个东西很多人不熟悉 叫金融便利性 你在美国上市之后 这种金融便利性 和你在中国的一个 什么创业版市场上市 你在深户上是那种金融便利性 我们必须承认 我们跟人家水平差一些 确实是还有些 不那么太便利 但是所有的一切 打包都放在一块 同此在内 我请各位考虑 在当前中美对抗的大环境之下 第一 决策层吧 我们用这个词 我们不说股东 也不说管理层 决策层吧 你们对政治方面的因素考量 是不是略显不足啊 因为 你们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这样一个决绝的行动 的确会产生一些 意料之外的遗憾 最起码在政治上欠缺稳妥的考虑 考虑了一步棋两步棋 没考虑三步棋 对吧 如果你考虑了 你考虑了怎么会现在突然间 不准发展信用户 下架 考虑了吗 那这事上市还能不能成功啊 中国企业到国外上市 是不是要有个过程啊 是不是有个手续 有个程序啊 我们再换一个角度看 假如滴滴在国内上市 或者就在香港上市 会怎么样 我就问个直接了当的问题 滴滴了解滴滴的人 包括我 其实滴滴我认识是几个朋友的 你们说 如果在香港上市 你们能少挣多少钱 咱就谈俗点 你们能少挣多少钱啊 少挣这点钱会要命吗 那如果在国内上市 或者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上市 是不是更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啊 考虑没考虑过 从中国国家利益来说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现在中美这种白日化 对决的情况之下 你促成包括滴滴这样的高 头部企业 科技企业 你在内地或香港上市 那当然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 至少我们能看到中国资本市场 可以呢 快速成长天真家 对不对 第二 中国政府在中美斗争当中 中国政府是不是商务部发言人高峰 说起话来的时候 底气足一点 我们多了个筹码呀 第三 大部分国内投资人 包括像我们活动里面 这些喜欢股市上 去没事转转的老头老太太 我们多了一个投资与财富增值的渠道啊 第四 如果你在国内上市 你通过在国内资本市场 购买 持有这些公司的资产 我们老百姓是不是能够积累 财产性财富 这个词是 某个领导同志 某一天 人大报告 突然间用了 我们还特长知识 财产性财富增加 特别是你在 现在大家都知道 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炒房子 现在政策是个高压线 高压线一到两到三到 对不对 房地产回归居住功能 正在失去投资价值的 这种情况之下 国家必须为社会上流动的大量的浮钱 找出路 水往哪去 你得有个挖地 房地产之外 你为超发的货币 找一个新的蓄水池 在这个时候 你说你要在国内上市 你不是为国内做了很大贡献吗 小编水 我这期时间到了 那我们先说到这下期 我再接着跟您聊 关于滴滴上市的事 还真就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更多内容 下期再见 感谢收看 再见